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腰股特工队 我是David 高敏章 这个星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礼拜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财经相关议题的一个礼拜 全球有一半左右的经济体 主要的大国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包括欧洲央行 通通要来聊聊接下来的利率决策 所以本周 非常值得大家锁定锁定再锁定 因为这跟你接下来的投资决策有关系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本周哪些相关性的可以讨论的部分 来看一下第一张字卡 全球央行的利率决策 本周大家最熟悉是FOMC 美国的利率会议 但明天星期二 日本央行 大家Focus在哪里 日本这一波不是股市大好吗 通膨也上来了 那日本央行 你什么时候要结束零利率啊 这就是最近大家讨论的 日本央行 何时能够结束这种 几乎是负利率的方式 利率归零 好朋友们 说不准啊 如果日本央行真的改变他的动作 那这个极度弱势的日元 会不会反转 这也是大家非常讨论的议题 另外一个呢 跟美国很重要的就是 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 从周末上周末的新闻 我们就给大家理解 搞不好搞不好 欧洲央行 也很有可能在今年的6月开始降息 这件事是很有可能的 这个以后我们继续follow下去 另外呢 欧洲央行呢 目前来看一下 看看接下来 什么时候有这个机会 但最关键的 还是FOMC 美国的利率会议 那我们可以普遍可以理解 大概三月份这次美国的利率会议 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不过市场预期 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聊的FedWatch 大家来看是最快最快 大概是今年6月才开始降息 好不好 那但是这个 有淡书 为什么淡书 那美国的经济 在这么高的利率下 能撑多久呢 因为之前 大家来说 上周 美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 尤其是失业率 怎么突然拉起来的 这该不会是有问题吧 待会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紧接着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下去 首先这张图 是大家可能有部分朋友应该知道 日本有个东西叫春斗 什么叫春斗 日本有个劳动组织 劳动联合总联合会 那春斗意思是 日本其实长期以来 过去这失落的二三十年的时间 日本的薪资是很难很难有起色的 很难很难有起色 那你再回头看看 日本的薪资长这样 2024为什么大家突然很关键 因为去年以来 日本股市大涨 日本的经济有好转迹象 所以大家讨论的是 这一次日本的春斗会影响今年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 都会来看看这个春斗的结果 再来决定 自己这个企业 本身 加薪的幅度 适不适合加薪 首度突破5%的加薪幅度 你看画面上 33年来最大 为什么加薪很重要 如果 这个市场包括日本 开始有通膨的迹象 如果不加薪 我薪资跟不上 不是换言之 对你而言 你的消费力是下滑的 也是对经济有伤害 所以日本这次的加薪幅度 其实蛮多人乐观已成 那目前来看 如果这件事真的可以搞定达成的话 说真的 那接下来会不会日本央行日盈 也慢慢开始调整 解除它的 负利率的政策 所以从今年 第一季的春斗加薪 到接下来日本央行 何时结束这个负利率 都是今年 接下来非常重要观察的重点 给大家的参考 好紧接着 来 往下聊 那美国公债的 殖利率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本周的利率会议 不用担心降息的问题 因为没门 上半年目前来看降息的难度蛮高的 美国最快最快是6月才降息 不过大家的讨论是什么 希望这一次的联准会 会多提供一点点的暗示 联准会很难会明示你 我们知道联准会今天会降息 那是这样3码呢 还是这样4码呢 幅度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时间点啊 以前大家觉得 3月要降息 所以呢前阵子 之前不是 一些公债的殖利率大幅的 回落之类的 对不对 结果没有啊 3月没有 这样啊 那 5月呢也不会 6月呢 还是要往后延 所以这一次3月份的利率会议 我们要大家要看的是他会后 所提供的一些资讯 是不是我们对这个降息的时间点调整 这才是大家观察的重点 好 紧接着 画面上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变数 凡事都有变数 素来啊 有FED传声筒的这位记者啊 他就讲说 目前来讲 如果FED的 降息 刹车这个力道不够的话 搞不好这个经济局势会有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讲 越来越多人会相信说 如果一直维持在利率高档 那会不会整个市场 包括经济 包括很多的家庭企业 会因为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 而受到影响 我的消费力道会因此而下滑 这就是我们刚讲 包括之前大家在讲说 今年以来 包括去年 大家想担心说 美国的经济是不会衰退 对不对 这来变成会不会硬着陆 会不会软着陆 现在普遍市场认为 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变成不会衰退 所以才会说有这个问题 如果美国经济真的没问题 那连准会降息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连准会这么有底气 越来越晚降息 但是Devita是提醒大家 这些都是部分的看法 如果我自己来看 连准会 6月降息这个时间蛮刚好的 原因就在说 第一个美股非常强盛 强劲 包括AI 包括一些美国这个 四大职都非常强劲 你在这个条件下 太早释出流动性 就是所谓的降息 这会让美股变得更强 已经非常强创历史新高的市场 你在太早的时间降息 不怕它 瞬间过热吗 我相信这也是连准会一直在考虑一个点 明明经济状况不错 我怎么会急着降息呢 所以我个人来讲 今年降息是土定会降 但不要太早来 让市场可以温和一点的上涨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好的 给各位参考 好紧接着 来聊一个 最近很夯的话题 也是 我觉得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的 过去这 几个月 包括去年以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东西叫 高股息的 ETF 包括最近00940之乱 对 或者00939 00929 00919 甚至 未来一段时间 还会有很多的相关类似的ETF 不断的募集 不断的发行 不断的挂牌 这是必然的现象 因为大家看到前面 大家发的这些ETF 市场这么这么的买单 有钱赚 难道 其他的公司不会效法吗 这很合理的 所以今年以来 ETF 不只是00940 后面的我相信很多ETF都会卖得相当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第一个直觉想到的是 台股上两万点嘛 如David之前所讲台股经营会2万以上 真的2万 好朋友们 不要急 台北股是2万还没涨 是2万以上 不是2万到 2万不是高点 不用急 David今天跟你聊的是什么 为什么ETF热 合不合理 来 画面上这张图 叫做 台湾的实质付利率 我们简单这样想 利率利率 我银行存定存这个东西叫利率 什么叫实质付利率 利率我们平常看到的 叫明目利率 我今天定存2%是叫明目利率 可是你没有考虑通膨 如果我定存的利率比通膨跑得慢 我跑输通膨 那我的实质利率就变服务的啦 这是画面上显示的 从2021年2月到现在 蓝色的柱状图全部都在负值 也就是说 台湾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 是跑赢你的利率的 这叫实质付利率 所以目前来看 以现在的实质付利率是负得1.86 这一件事 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今天钱存在银行 会越来越薄的话 那我干嘛存银行 我应该拿去投资吧 所以看台湾 为什么房地产这么火热 去年全球房地产都是大幅修正 台湾就没事 但是除了说从中国转进来的钱 因为台商转回来的钱很大量之外 值值付利率也很重要 那我要怎么样让钱跑赢通膨 我定存不行 房地产 所以房子跑赢通膨 他就不会是付利率 不是实质付利率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David刚刚跟你聊了 高股息TF 假设这些ETF不一定高股息 其他不是高股息利率 其实长期来看 都还是跑赢通膨 很多 也跑赢房地产 对这些条件之下 那当然 大家不是傻瓜 对不对 资金当然放在有效率的地方 甚至像这两年 我们刚刚聊到那个 公债殖利率 台湾这几年也出了很多 债券型ETF 为什么 很明显的跑赢通膨又安全 所以这些资金会慢慢的 所谓的定存 解定存 跑去往这些ETF身上去 其实我个人讲 很合理 很合理 那为什么今天跟你讲这件事 这跟台北股市 有非常大的关系 根据所有的实证研究 在一个实质付利率的条件面 对股市来讲是一个超级长多的利多 有什么来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过去两个礼拜 Devith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一直有做头的现象 没有啊 Devith老师 台北股市都没有跌 加权指数还在19,700 19,800 哪有了喔 根本没跌 隔壁的贵买 就跌了 你看贵买好像只是小跌 没那么简单 好朋友们 来来来来 我秀给你看 这才有趣 好画面上 股王我们的老朋友 Devith这几年非常爱的一档股票 361世新 对啊台北股市没有跌啊 请问各位好朋友们 世新有任何利空吗 没有 从4500 跌到3500 你没有觉得 这股票是怎么了 这不是股王吗 怎样呢 别怀疑 这是真实事件嘛 我们不是平行时空吗 那你再看台积电 很强啊 鸿海 很强啊 发哥 很强啊 发哥就是ETF主要成分股 前阵子26003很强啊 ETF主要成分股 对不对 然后2385群光 00940的主要成分股 这也是00940的主要成分股 你有发现 也就是David刚跟你讲的 就是因为台湾这一波未来 你说00940不是上礼拜才募集完 这礼拜才开始准备要进场 怎么股票的先涨 因为00940包括现在热卖的ETF 未来才要挂牌的 大家都知道你的成分是什么 就会有人去吃豆腐 会有人提前反应这些利多吗 因为我在未来可预见的未来 这些股票会有买盘吗 好那问题来了 很多人说那我应该 不要买那个挂牌的ETF 我应该去买 他的成分股 这一件事在股价刚启动的初期 是对的 但时间拉长来讲 不见得对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长龙最明显 2603的长龙 不对啊 很强啊 啊我 怎么最近 不是940这礼拜才开始 要进场 那怎么就这样 很有可能在高股习业股开始买之前 他的股价就已经反应完 套利空间提前被K掉了 先被吃掉了 可以理解吗 在台湾这种蛮公开透明的市场里面 像这种ETF 谁是成分股 标标准准 极度透明的利多 通常都会很快就会 市场反应完了 所以说到底买ETF 对不对 就看个人 就像David刚刚讲的 你今天想要跑赢通膨的话 那对确实ETF 应该比你的定存好 非常非常的多 至于能有多好 不确定 就像我们刚讲的 2603长龙 是900940最主要的成分股 9%多 问题是长龙你回去看 他2022年大赚 2023年配70块现金 但他今年 今年2024 现在长龙公布了去年的获利16块多 EPS 那他今年有可能配70块吗 哪有可能 据说可能做10块 所以回头想想David刚跟你讲 那00940 好像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指引率 给你做参考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台北股市 可以这么厉害 高档不遂 明明很多股票都已经 对别怀疑 台湾人 是真的有钱 狂买ETF 好了 那言归正传 行情怎么看呢 短线我认为啦 还是修正一下下跃比较好 不过目前来看还没有 很明确的修正 股票有跌 但指数是撑着的 股票确实有跌下来的现象 但关键的全职股 几乎都牢牢的撑着 就像我们刚刚聊的嘛 你曾几何年 看到海公公红海 涨涨呢 对不对 海公公都不公公 好 聊聊下一个东西 画面上就是 这一波 这也是David一直担心的问题 倒不是涨电价 涨电价这件事David讲了多次 不然我怎么每次都跟你讲 可以买重电 那问题是重电股现在也很贵啊 4月店价涨12% 我觉得涨电价是合理的啦 因为台湾现在的店价 怎么涨 你再不涨就是 台电赔到翻 观众朋友们 你不要觉得台电赔到翻跟你没关系啊 台湾政府补贴台电中油的 是你我的纳税钱啊 一样有关系啊 那 店价涨不涨 我们不留到 其他的一些部分去讨论喔 而是我只能说 因为台湾店价这几年来讲 发电成本大幅上升啊 所以台电会赔产产是正常的 那涨电价唯一的好处 会让 你我的用电更有效率 包括企业都还是一样 你可能换更节能的电器喔 你会节约用电 诸如此类的 那他最大的坏处是什么 你一定猜得到 通膨 对 通膨 我记得前两天 我看到 现在央行总裁 杨总裁 他很担心一件事 他就说台湾现在的 长期通膨都超过2% 所以以后台湾的 低利率可能慢慢 没办法让这么低利率 为什么 当你长期通膨超过2%的时候 你现在要涨电价 未来可能还涨水价油价 对不对 好那我再问问各位好朋友们 所以实际上台湾的通膨只有这样吗 只有2%吗 再延续David刚刚讲的 我们已经实质付利率了 那我薪资的 年增率不可能跑进通膨 对不对 我的利率又这么低 我定存输通膨输很多 那我通膨现在要继续往上加 因为应该涨电价啦 所以会不会在美国 降息的今年 台湾的利率是不降反升呢 不要以为不可能喔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的 提供给多参考 好 那聊到这个 不免俗 好不好 我们讲的恩赐 我每次都只讲自己 你喜欢重店的朋友们 就是华城 或者便宜一点的中兴店 更便宜一点的雅力 然后再有今天涨停的试店 没了 David就这么无聊 包括我自己的课程 包括我的讲座 包括每次送的资料 讲了一年多两年了 重店永远都这么激荡 原因无他啦 但是我还是短期内我 现在是完全不建议 包括你 包括我们的会员 包括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们 现在才去买重店族群 因为他很有可能在第一季啊 就把他今年上半年的部分都涨完了 我是跟你们讲真的啦 很有可能在这个季度 就把今年上半年的Code 甚至未来一两个季度的今年的增幅啊 利多啊都用完了 所以现在才想买的朋友们可能真的都完了 但这件事这些族群这些股票未来好不好 那铁定是好的 所以呢今天这个节目 当然还是这些老朋友 亚历市店中兴店 华城 一样是这些老朋友 但老朋友好虽好啦 整理修正完回来 减 便宜 会更适合你 便宜就参考 OK 紧接着 来 这个也是 很多人会在意的 来我们看这个 强韧电网相关的族群 其实就像我刚讲的 你看最强的意义就是这些 市店的华城这些 其他的我反而认为是比较 沾到边 我就不会那么那么的推荐给各位 那 这个无可厚非啦 因为我觉得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有些好东西 我们的资金有限 我们就选最好的就好了 不用把事情弄复杂 好 紧接着 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这是高盛讲 他说辉达是开端 AI投资还有三大阶段 这件事我认同 因为辉达是做晶片的 这个绝对是刚开端 它是GPU刚开端 第二阶段是什么 基础设施 好朋友们 你做投资的朋友们 你要看第二阶段 因为 AI晶片这一件事 台湾只有细致才这个族群有 要不然就是 在美国 对不对 可是第二阶段这个基础设施 就是硬体的部分 那就是台湾的强项 散热啦 对不对 AI机壳啦 伺服器相关 代工的啦 CPO啦 这些全部都是基础设施 这些全部都是基础设施 所以啦 大家要聊啦 那接下来那个 整个 最重要的阶段 到第二阶段之后 往后面呢 往后面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也难 你自己往下看 第二阶段基础设施台湾一定会有 第三阶段是AI的赋能收益 软体服务 软体服务资讯云端相关的 这个是台湾现在欠缺的 到最后一个阶段呢 那就比较远了 我们就暂时不聊了 但是就可能可以理解啦 医疗保健金融各方面都会有到AI 这一定是后面一定会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focus 第二阶段台湾的基础设施的部分 好 先记得这一块 因为这个 可能在2425 这两三年你可能都还是 在第二阶段 AI的第二阶段 这未来两三年都还是 所以建议大家 无论今天台北股市是2万点 还是2万多多少多少点 不要怀疑 AI会是这两年 最最最重要的 大主 而且占比 很高 很高 只是最近呢 不要买太贵 不要追太高 给大家的参考 来 那当然了AI相关的运用 我觉得这个在 这礼拜也是众头戏 辉达的GTC的大会 那这边 简单帮大家 稍微整理一下 那这是因为疫情之后的 首度恢复实体的 这是现场实体举办 很多的内容包括新的产品 包括散热 刷散热 这一波很多人都在聊这件事 散热散热 为什么我说他有趣 我觉得股票市场 很邪恶的地方就是 不是强者很强 而是 这一波的行情很明显是 很单边的 他没有扩散 我解释给大家听 什么叫没有扩散 这是旗红 今年1月初300块出头 双红 现在都700了 跪到我都吓死 对不对 当初我们才买300出头而已 这些股票是这一波最强的 而且 NVIDIA老板华人群不是说 这个散热是接下来很重要的部分吗 对不对 水冷这些的 夜冷式的 那我问大家一件事 3017的旗红 前两天不是跌停吗 上礼拜 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他开了法说 在这地方开了法说 他说我们这个夜冷式的 相关这种AI的 2025年才贡献营收 坦白我要是要坦白讲 老实 老实人 老实人 他讲的是实话 可是不对 他这股票都已经600了 你要怀疑 去年3 4月份他的100多块 2023年的旗红3月份 4月份才100多块 100出头而已 现在600 其实我说合理在哪里 第一个 整个市场包括台股包括美股 都在高度反映 AI的未来需求 未来需求 所以最明显的 我们知道AI有散热 散热就是需要 从那个气冷式变水冷式 是空面还有这种沉浸式的 就齐红双红 是首选 那你又想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股票也是受惠的 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有人问我的 两档股票 常常有人问我 李老师 你觉得台达店好不好 我们把这些线消掉 台达店不用这样看 太复杂了 坦白讲啦 如果你问我公司本身好不好 好 公司是好的 那你问我股价好不好 股价要我就不会买 我讲得很直接 你问我这家公司好不好 好 那我会不会去买 不会 因为2308 跟2301 这两档就是很多人问我的 光宝克一样 为什么AI长那么多人 人家AI伺服器 什么广达 尾胖 涨半天 对不对 计价涨半天 怎么永远都没有 光宝克有永远都没有台达店 然后讲 电源管理IC 这个很怕也有 不是好公司吗 怎么都没涨到 原因就在于 占 比 好公司 多假话布局 但他们对AI的占比 就是说 未来的营收共性跟增长率 台达店 跟光宝克 的比重 很低 很低 原因就在这里 就像David跟大家讲 要我看AI的 这种像伺服器这相关的 或AIPC 我喜欢伺服器 我会喜欢 技嘉 伪创 广达这个系列的 但我不喜欢 鸿基 华硕 这一关 原因就是 当这个AI的伺服器 灌下去的时候 谁的营收增长 谁的percentage 谁的毛利率跳的比较快 那很明显 广达技嘉伪创 这要给你一点吗 那同样道理 好公司 但在股价上 就是泡泡通通 给大家分享 所以投资就是这样 我们资金有限 就像David刚一开始跟你讲的 为什么 ETF 高值利率这么行 原因是 我们要 跑赢通膨 给大家分享 好 那节目呢 最后一滴滴的时间 来回答一下 很多好朋友的提问 对 有任何问题 想问的 你都把它留在下面留言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那帮大家做个回复 好首先第1个 这次很多人爱问我的 爱普跟智源会不会创高 好朋友 我这样跟大家讲 还好你们 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追高 因为我讲过很多次 500块以上不要买 爱普 今年的第1段大概已经涨 这很明显超过500块就不能碰了 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哪里 他这一波修正非常漂亮 什么意思 爱普其实台湾台北股市面 做西字台面 唯一一个跟HBM有关系 就是高频宽机体有关系的公司 所以爱普现在如果回到400块以下 我会越来越有兴趣 我先讲 我还没有要进场 因为我前波我会卖掉 这个我会越来越有兴趣 所以当台北股市如果未来一段时间 真的有修正 我希望有啦 因为ETF买来真的太强了 但爱普这个价格越来越漂亮 对你可以可预见的未来 爱普是会创新高的 给你做参考 3035支援也是 459这个都太贵了 如下350也还是偏贵的一些些 但如果你去上网友问的 那会不会上高呢 会 会 但不是现在 会啦 为什么说会 这件事 好啦我坦白讲 台北股市你觉得2万点是高点吗 我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不会啦 绝对不会是高点 但是在这个2024年才过了 三个月不到 都已经2万点了 那他不用休息一下吗 这是David刚一开始讲的 你看不对啊 怎么爱普也跌 志愿也跌 对不对 股王四星也跌成这样子 M3也跌成这样子 就指数没跌而已 对嘛 所以 这就是表示 有一定的买盘 类似ETF这种东西 在支撑着台北股市的 位阶 但不代表其他的股票没有修正嘛 那他们修正完之后 如果刚好回到台北股市 也开始修正 那不就是说你 我 开始布局第2季下一个阶段的好时机吗 因为很多跟消费性相关的股票 这一波也没涨到啊 低润啊 这些都没有涨到啊 对不对 很多消费性IC都没涨到啊 这不是你未来的机会吗 给您做分享 好 紧接着 好 英记3294 是好这个真的是很难回答你 英记太妖了 英记呢 坦白讲 记没赢 时候也没有什么基本面 唯一的 就只有题材 AIP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 坦白讲 如果你有就会理了解吧 前提是你们也最高了 其实我在妖股通费的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你知道看这种股票 大概 大概率 就是一波到底 所以呢一波到底他你很明显已经第一波到底 你后面三月份这一波 能不能够回到前高 我打个问号 是因为 那你到底能不能够贡献营收吗 英记本来是做车用相关的组件 你说你用 AI PINK 好那是个题材 AI PINK 卖不卖的好 谁知道 谁知道 我自己看 难 因为你要 AI PINK 去取代手机的难度 才太高了 所以假设 留言的好朋友们你的成本没有 最太高的朋友 有赚就可以先卖他 不用跟他太拼 不用跟他太拼 OK 好紧接着 第一桶 第一桶是个很有趣的股票 我每次看到第一桶 我都会觉得很好玩是什么 第一桶很单纯 就是同概念股 那什么叫同概念股 来第一桶几个特色 单就股价上 他跟台北股市就是完全 不相关 什么叫互相关 大盘好的时候 行情好的时候他不涨 行情开始要跌落的时候他才涨 这是David刚跟你讲的吗 不对老师 台股没有跌 第一桶长什么 对台股加全指数没有跌 全资股没有跌 但细致财很多电子股跌得稀哗哗啦 第一桶其实是逆向的股票 这是第一个点 第一桶的第二个点是什么 铜这个题材叫铜博士 有问题过铜博士这个东西 铜为什么是博士 很简单 铜是所有金属面 最重要的工业材料 电动车啦你的电脑啦 你的主机板全部都是铜 两导体嘛 价格又便宜 那什么时候铜的价格会上去 你看第一桶涨就暗示你嘛 铜的价格后面会上 铜的价格会上就代表景气的 复苏向上 所以他叫铜博士 这样理解 所以第一桶上去了 那就可以 那今年景气 好像有逐渐复苏 对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AI 没有看到 其他的 但其他的可能会在第4季第3季慢慢显现 那 等到第3季才进场吗 等到第4季才买吗 别闹了 当然是 近期 这个月 3月4月份 大家去寻找一下 位阶低的 下半年复苏的 应该都有机会 好 那是铜博士的故事 银帮3693银帮 坦白讲银帮这个位阶我个人 很喜欢 便宜 超便宜 所有的机壳就他最便宜 机壳在第一季是个淡季 但AI机壳银帮是绝对有的 所以我们来看 有没有机会回到550 我个人 他现在没发动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如果发动的时候会不会回到550 会 会 因为他位阶真的低 而且没有任何过热的现象 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张股票 愿意减便宜的朋友们 自己留意一下 好 紧接着 这个股票也很妖 3207的要剩 那真的是妖 David花了 不少时间帮你check了一下 留言那好朋友们 我可以请教你一下 你为什么会买要剩 坦白讲我找不到太多的利多 跟题材 唯一能够确定的 这是有人做的股票而已 老规矩 我们如果无法知道他的EPS 无法知道他的基本面 无法知道他的题材到底是真真假假 因为有的题材 有真有假 但最起码这个现行跟这个量 很OK 所以你有的朋友 没有的别追 没有的别追 你有的朋友们可以再报一下 等他把量爆掉 你再会了解就好 什么叫把量爆掉 股本6.08亿 随便要报个1万张 那今天我看现在商市 今天才6700张还好 等他报个8千万张 你再来担心这个件事就好了 所以他应该还会再创高 但还是要了解一件事 台北股市2024这个大多头 这种型的股票 英记 要剩这种股票 其实 绝对会有 而且会此息彼落 做这种类型的股票的时候 一个原则 你真的不要管他利多有多大 因为往往放利多的时候 股价都已经见高了 你反而是真的 我看到利多出现了 这个题材发酵了 股价量爆掉了 第一件事 记得开始减码 我不一定要卖在最高点 但我肯定你这样操作 你会卖在很不错的位置 与您做分享 今天股价队花比较多时间 跟大家闲聊一些有趣的故事 记得 每个礼拜一 要锁定我们的频道 还有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David不定期在like 上面也会有活动 欢迎你跟上 股价队我们下回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油估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